在此祝賀功夫廣場正式啟播 押忍 功夫廣場正式啟播 祝賀功夫廣場正式啟播 謝謝 同樣的這一屆我們非常榮幸的請來了雲鼎世界武師錦標賽國際裁判長蕭北彤師傅來給我們做現場評述 我們今天的第一支決勝隊友進行 新加坡我們進行啊 是很穩定 這可能是他們的地方 新加坡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因為張承舟而表情 小師傅你可以看到 那個思維啊 她把那個女的反對方 動作也許不夠感情緻落 因為那個思維呢 還少會頂著那個女子 所以那個視覺上就比較不喜歡 其实这个是这种技术上的问题 它是因为要把这个椅子 翻炎 然后在这种水里面 应该讲是能力借力 把这个椅子调整 它是用二种很快的 哪一个部分对你们比较最大挑战 哪一个环节 超超板 超超板 这为什么 危险在哪里 危险是太下去了我很吓 我们很难平衡 难平衡 很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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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是可以超过九头 九多 九分 超过九分就很满意了 我们解释是没有 刚才我们在这个第三排 学姐是这样的 来 咦 他好像不过人啊 零過補妝 就是用整個反射 來看這 就是這種 就是這樣 學不搞好的動作 在整個形式上 的造型會比較 會變得舒適的線 那麼在南方上呢 對 而且這個 這個就是荒漾 你看這組的蠻厲害的 這組的蠻厲害的 這組的蠻厲害的 很輕鬆 有一點要講的是 現在的科技很方便 就是你剛才看到他們這樣 我剛才也講 他們可以找 如果是 有些蠻厲害的 那麼平時 之前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重點 甚少 是呀 工作是這樣 我們平時不是調這份裝 我們在澳門 那些裝不一樣 那些餅都不一樣 能夠用到自己 本身的裝 那個道具呢 當然發揮會比較上 每一屆雲頂賽事呢 我們來臨體總會呢 都能夠 代表到澳門過來參戰 在內界裡面 如果我們有可能的話 我們一定會 再進一場 我再進一場 還要進一場 其实是一根神经 你要五十六个的话不要拥有 你要受到五十六个 所以把换动摆到车里面 然后放上进场的车 这个呢不是一种严重的事物 这种试试 但是他还是拼住了 对 但是像赶一弹的 他一定是太大 但是他还是另外一个角度站住 如果日向前面就已经比较好 觉得最困难的部分是在哪里 是在连续飞跃的时候 觉得这部门就是飞跃回来的中间那一段 有稍有停顿这样子 因为本身两个选手都是新手 能有这样的成绩 我应该觉得很满意 满意啊 我觉得有待加强吧 对 需要练习再练习这样子 如果没有太大的免险失误的话 应该是8点8.8左右 所以想要这样子 也应该不过 你怎么回事 这个呢 对 你旅行 对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